搬走一張椅子 哎呀 花光了 搬架絲 礦花牆壁 在所難免 但是你懂得修補裂痕 其實就無所謂了 你所需用的工具有 戒刀 鋼尺 油灰刀 現繩灰 散長砂紙 黑砂220 首先可以用毛巾掃走裂痕上面的灰痕 然後我們用戒刀 刮開一點裂痕 刮大一點 有雞丁位 形成V字形 刮大了裂痕之後 你才可以容易補到灰上去 我們首先用油灰刀刮少少灰 握下去 最後收一把油灰刀 補平整個裂痕 但乾了之後 如果還有少少裂痕出來 就用沙紙散走它 修補裂痕就是這麼簡單 下集就和大家講一下 長身自己出現裂痕 可以怎樣修補